这真是天才的发明 只需要两个塑料瓶和几根吸管 就能制作一个水流循环装置 从而给鱼缸供养 完全不用油不用电 学会了这个方法 以后再也不用花钱去买潜水泵了 接下来把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两个塑料瓶和两根吸管 然后用电钻在其中一个塑料瓶上打一个孔 接着在另一个塑料瓶底部打一个孔 孔不要打太大 刚好能穿过一根吸管即可 下面把一个塑料瓶的盖子拧下来 同样在上面打一个孔 再把一根吸管穿过去 用热溶胶密封岩石 接着把一个开关用热溶胶粘接在吸管顶部 再用一根吸管穿过塑料瓶的底部 再打上热溶胶 随后在另一个塑料瓶打孔处打上热溶胶 把两个塑料瓶对接起来 接着在最下面的塑料瓶上打一个孔 再把一根交叉的吸管用热溶胶粘接上去 到这里这个装置就全部制作完成了 下面把它粘接在鱼缸里测试一下 为了使鱼缸更好看 可以在里面放一些装饰品 接着往塑料瓶里加满水 盖上盖子后 再把鱼缸也加满水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当把吸管上的开关打开后 水真的流了出来 而且不用借助任何外力 是不是非常神奇 有了这个装置 以后家里养鱼再也不用去买潜水泵了 喜欢的老铁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